我锅里的贡菜到底是啥菜 这张贡品的菜 其实就是晒成干的窩笋 在清朝是献给皇帝的贡品 我刹他晒干了就成贡品了 就凭我 我这一生都在追求极致的口感 曾经的我长这样 瞧一瞧 看一看啊 西域来的高档货 蜗具 成岁与低 芳香不比 一千两 便宜卖你 中国古人习惯把菜煮得很熟 我的椰子又薄又软 足球之后口感很差 又贵又难吃 等等 再给我一次机会吧 尝尝这里 这个老司 蜗具的进堵熟之后清脆喝口 比叶子更好吃 以后就吃你了 为了吃鸡 我被培育得越来越长 长 长 成为今天的窩笋 太完美了 从到门回来再吃 半个月后 我的窩笋 它全干了 醒醒啊 清醒 清醒 没想到风干在爆发 让我练就了金刚不坏之身 你脆了 还不够 我一定要成为全世界最脆的蔬菜 更细 更潮 更嫩 我成功了 各种窩笋 更适合做共菜 鲜嫩脆爽 久煮不老 记得点点小爱心